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塔图姆也发推表达感激之情 当币时间周五 塔图姆的母校 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克拉伯克德查曼内的学院预科高中 宣布将塔图姆的22号球衣永久封存 而这距离塔图姆离开母校近过了两年 对此 塔图姆也略感惊讶 当币时间周五下午她就更心爱 向高中母校表达了感激之情 今天早上我有幸看到高中母校退役了我的球衣 我从不认为自己有这个资格 我也从未将任何事当作理所应当 这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 如今梦想成真 这是上天的恩赐 这对我意味着全世界 对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我无法一一致谢 感谢上帝 加盟Key Arminate高中后 塔图姆在高一赛季 就率队获得密苏里州冠军 场军得到13.3分6.4个篮板 后三个赛季 塔图姆场军分别打出26分11个篮板 25.9分11.7个篮板和29.6分9.1个篮板 在全美高中升平比中高居第三 仅次于如今校立国王的哈里贾尔斯和校立太阳的约什杰克逊 高中毕业后 塔图姆加盟杜克大学 并在一年后参加NBA选秀 并被凯尔特人选中 菜鸟赛季 塔图姆出 战八十场 全部先发 场军出战30.5分钟 得到13.9分5个篮板 命中率47.5% 入选最佳新秀阵容一队 到明年3月才年满21周岁的塔图姆 竟已获得退役球衣的殊荣 球迷们调侃VC和德克还没退呢 真引了那句老话 出名要趁早 吃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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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